Raum 很容易煮 大家好 今天再煮家常菜 煮完之後我們已經吃飯 一樣番茄媽媽 o 一起看看材料 先放入烧热鍋 熱了後放2茶匙油 把三文魚扒放進去 輕輕放鍋 千萬不要放進去 放進去就會彈出油 用中小火慢慢煎香 油熱了才放進去 否則會煎成不爛 這些也是煎魚基本的技巧 把番茄洗乾淨 切成好中間 打橫一刀就完成 三文魚就可以了 將它反轉 煎三文魚通常會放些薑絲 可以提升香味和劈腥 三四片都不要緊 放在魚旁邊 留幾條來包蕃茄 初時煎了2分多鐘 這邊可以減少1分鐘 即是煎1分半鐘就可以了 當你反轉麵時已經有熱度 薑在旁邊很快就會煎到尺黃色 不要讓它煎開 將它拿上來 因為三文魚煎之後會出油 已經出了這麼多油 有三文魚油 Omega 3 這邊也煎得不錯 拿出來了 給大家看看 用小火 放些薑絲 爆一下 讓薑味出來 然後放些蕃茄 蕃茄要爆一下才會香 有些人說要不要放茄膏 如果喜歡它的顏色深 放些茄膏下去爆一下 茄膏要過火才會出來了 我們還要加一點糖 蕃茄是需要少許糖 因為蕃茄一爆後會酸味走出來 放些生蕃茄 大約2湯匙的茄汁 少許茄汁 2茶匙 調一下味道 少許生抽 調一下鮮味 2茶匙 加多少水呢 大約200毫升水 不要太多 大火煮沸 調一下中火 煮至約2分鐘 就可以了 準備將蕃茄上來 看到蕃茄是稠的 可以搭上蕃茄 也可以 放一點蔥粒 讓它顏色更好 有些蔥的香味 好了 煮好 將蕃茄放在碟裡 這個沒有蕃茄的 都煮到蕃茄也不錯 送飯就開胃了 蕃茄煮三文魚 完成了 我問到裏面有很多食譜 歡迎大家上去瀏覽一下 記得留意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